那您能理解 您爱人不愿意去女儿家吗 怎么说啊 她这儿也需要照顾 那边也需要照顾 所以呢 就是凑合一起 一块照顾还行 您要是说来广照顾她了 我外孙那边怎么办 人家真的那么需要您吗 是她自己喜欢孩子 她愿意去的 对啊 我特别喜欢孩子 这不是就有个孩子 接着养不就完了吗 养了三十年了 是不是啊 怎么这大了 不想养了 为这个 哎呀成天了 老了劲儿找事 行了那你们看完怎么办吧 幸福了三十年了 接下去怎么更幸福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不比特别人 我先问一下大哥 您喜欢做饭 洗衣服带孩子吗 谁都不愿意 对 谁也不喜欢 对 我现在告诉大姐 因为刚刚大姐说了 她喜欢干这个呀 她不是喜欢做饭 洗衣服带孩子 她是喜欢你 大姐一走出来 我以为 哎 台北上写错了吧 五十 这哪有五十啊 一看就四十出头的 这个年纪 为什么 因为被老公宠的呀 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呀 所以就看起来年轻啊 如果电视前的男性同志 想自己媳妇看着年轻 就像霍大哥这样 惯着媳妇 你看 大姐又年轻又漂亮 但是 咱不能光 那种年轻的心态 虽然家里不干活 但是要多体谅 我觉得大哥 您今儿跑到我们这儿来征求 老师们的意见 她怎么会现在这样 怎么就不跟我去女儿家 就是被您惯的 就是她自己要去经历挫折 经历困苦 然后才会走向沧桑 大姐的这种思维 依然停留在二三十岁的 女性状态上 您把她呵护得太好了 所以她不成长 我高兴我就工作两天 不高兴我可以 最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 coils 新还有最大的 ό都没工作 没工作 没工作 我觉得 还真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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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